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 ESG裏面的公共貿易 最近香港有幾十年歷史的樂園 面臨破產,即是沒有薪金 不夠營運資金 很有趣,現在的主席就是一個會計師 會計師之前十年是一個洋人 那個洋人做一些主題式的商業 做得非常出色 他在任那十年是盈利 究竟有些人說他是行運醫生、醫病美 或者是怎樣都好 其實我自己看是關乎 究竟有些人是用心去做 還是看著一盤數去做 我想講一個例子 講上一個世紀 漫威漫畫這間公司 漫威就有創立了 接著是一九四幾年創立 一九三幾年四幾年創立 發揚光大就是一個叫Stanley Stanley應該是早幾年死了 一個很熱愛漫畫的人 我看到DC comics那裏 那裏有一個叫Justice League 即是正義聯盟 即是說超人、神奇女俠 蝙蝠俠和Aquaman 即是在水裡搞來搞去的 那四個人 那個正義聯盟就很賣得 他就創造了Fantastic Four 即是一架太空船上去外太空之後 受到輻射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本領 但是那些四個人 有時一時就齊心 一時就不齊心 搞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那他就是說 他賦予了一些超能力的人 是有性格的 即是不只是得黑和白的 那很受歡迎 然後大賣 那在高峰那時候 就是九零年頭 他就走了去上市 那上了市之後 又是常常會出現 即是為了要追求好業績的時候 令到有很多初心就忘記了 因為太著重那個數 那令到有很多不同 我們叫做business unit 商業的單位為主體 各個競爭 有些可能做得不好 去做低潮 還有會做一些胡亂收購 收購了一些閃卡那些 用很高價的收購 但又發展得不好 令到股價是落得很厲害 那他找了另外一個白武士去救忙 一個叫做Ryan 他就是一個會計師 一開始進去 是有個回光反照 做得不錯 但他們最終都是一個掃佬計數 始終都是希望拿盡每一個 叫做受眾 讀者的錢 例如一本書又有精裝 又有金裝 又有鑽石裝 即是同一本書可以賣三到四鑽 令到那些人 就覺得好像被人捆了水了 連那些拿那些貨的 都要把那些貨扔去堆填區 跟著就不買 那股票還跌得深 後來換回一個有黑的人 才可以將他整個萬威起死回生 就去跟別人去夾粉去拍電影 跟著就摸到電影的門徑之後 就自己再用自己的資金去拍電影 那這些很多大的公司 曾經有這樣的迷失 Marvels Lego也試過 很多都試過 那今次只不過將這件事 就放在香港的樂園裡面 過去那十年好增長盈利的時候 就覺得是理所當然 那我當然要發大他們來搞 那我就舉債 要開天闢地 那這樣的時候 純粹在財務裡面去計 一定可以計得到數 因為數是可以執行的 那我覺得一個樂園 其實最緊要是有沒有氣氛 如果那個樂園是沒有氣氛 沒有生命 沒有靈魂的時候 你做什麼都沒有用 那我覺得其實搞什麼都好 其實那個樂園的主席 或者是Chairman 才是最重要的 他才是有 摸心摸命去做的時候 自己搞到 投入到扮鬼扮馬的時候 你會覺得整個集團 是會有生命力的 連這些廣告費都可以省回 那你說 怎會不成功 甚至他可以推動到他下面所有的員工 都可以摸心摸命去為個集團去做事的時候 他一定是會成功的 今天想說的就是這麼多 拜拜